年续举办17个年头的 慈灰星 狮子晴感恩音乐会 加入青少年热舞元素 天色不少 慈灰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林长勋表示 创会到现在24年 多年来致力改善社会环境 提升民众生活品质 在教育与艺文界也多有努力 我们慈灰文教基金会 今年是第24年 我们大概每一年的年底 大概都跟永和国际世子会 合办这样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最重要的是 要办法很多很多的奖学军 为了办法这个奖学军 我们也安排了有一些艺文活动 让参加的人能够同落 整场活动的宗旨 就是为了要鼓励青年学子 努力上学 因此基金会也结合永和世子会 一起颁发奖学金 多年来已经协助不少清寒家庭的青少年 顺利就学 另外由家庭主妇与退休人员组成的慈灰和唱团 动人歌声让在场所有人陶醉 永和世子会会长黄敬福强调 能够聆听音乐会已经是相当幸福的人 要将这份感恩的心转化成帮助他人的力量 让社会更美好 中家新闻竹云佳永和报导